中国女兰迎战加拿大 半场结束的时候 两队球员和教练的表情对比可以说是非常鲜明 对方是有说有笑 感觉加拿大球员都憋不住 大笑出来了 看一下场上比分 中国队落后14分 这也难怪对方是这么开心了 那么比赛下半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第三节和第四节都会分享出来 一节一个视频 加拿大这边上反篮打进 那分差已经来到16分了 这也是本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分差了 中国队下半场首发阵容 中锋李月鲁 大前锋孙梦然 小前锋李梦和少廷 后卫是李源 少廷这球抢起造了一个犯规 两罚 这次两罚全中 讲到这边 横一步 哇 这个球内线是一片空虚 换防之后 没有人管内线了 来下苏梦然 转身抢起 好球 造个犯规 接着罚球 这个时候下半场刚上来 连续的走上罚球键 稳定一下局势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追分 不能心急 一个一个慢慢来 立足防守 打出反击 这才是最有效的追分方式 这球寒去防的还是不错的 李源给到李梦 拉杆上来 漂亮 哇 这个球打得相当棒 2加1 李源这个大局观确实是很出色 第一时间找到了篮下的李梦 加法罚禁 我们这所有的全场紧闭 防守端 我们还是联防 这个球 纳斯 不能露这个纳斯呀 5号纳斯是江大女篮的核心 外线的攻击力是非常的强 李梦中头不进 含蓄 补兰打进 这时候身高和地盏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 篮板球 李安拿到 这边 少婷快下 对抗之后再起 漂亮 二次进攻得手 这边 方的还是不错的 韩旭最后完成抢断给了李梦 哎呦这个球传得着急了一些李梦 篮板球,李源拿到 再给李孟 弹血,中投 好球 分差终于是缩了10分以内了 教练组也都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这个还有8分的分差 不过相比于此前的16分来讲 就已经好很多了 篮板,这次含蓄拿到 给李源 外线孙梦然 三分不中李孟的篮板 闪开防守,漂亮 李孟这个中投再拿2分 总的这个进攻彻底打开了呀 这个球,少庭的预判太出色了 少庭 还是给到含蓄 再分孙梦然 外线李源 直接投 漂亮 哇,李源 这鞋打得太棒了 有篮板 然后有自己的得分 还有助攻 这鞋发挥确实可以说是完美了 分差只有3分了 这3分就是一个回合就能追回来的事情了 还是这个纳斯 哇,这个纳斯可是能力确实厉害 一个单挡之后直接投进 这一节咱们单节运动战10中6 效率确实非常高了 一角少庭 三分不中李孟 篮板 上来 上来 韩旭再接 走范围两罚 看看韩旭的罚球 没有问题 两罚全入 孙梦然完成抢断 黄思雨 给到黄思静 杨立伟 黄思静再给篮下的韩旭 转过来 好轻啊 上反篮打进 分差所有的一分 看看韩旭刚才这个球 顺势走顶线 转过来 上反篮 这就还是之前说的那个 身高和B站的优势 有这么高的这个身高 灵活性还这么好 韩旭确实是 打球的奇才啊 也是中国女篮 未来很多年 我们的球队核心 就是韩旭了 在本节世界杯 中国队内线表现 最好的球员 就是韩旭 关键 韩旭 今年也只有23岁 这个球员 这个球员给了一个犯规 这次犯规是中国队这节的第一次犯规 哇 没想到我们对犯规的控制也做得这么好 王主效率高还能保证不犯规 杨立威 给到黄思静 晃开防守 抛头得分 漂亮 又碎到一分了 一分是个坎啊 能杀臭能迈过去呢 不过也不用着急 还有整整的一节时间 这一下是给了一个犯规 看到这边是两罚 两罚一中 第九王思武 三分不中 自己拿到篮板 给到柳嘉诚 递交黄思静 再转移 哎呦 这个球出界了 台湾给了一个后场球 这样三界接入 中国的落后四分